在动态网站的建设中,我们通常需要在网站的首页中添加电子邮件模块,这样就可以方便浏览者随时登录自己的电子邮箱。 在这里我们详细讲述一下电子邮件模块的功能。 这里让我们打开D盘中的素材文件夹。 选择打开CH22下面的22.3文件夹之中的邮件登录模块文件。 双击打开之后,即可在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电子邮件模块的显示。 在选择邮箱的登录模块上,我们可以先选择邮箱的类型。 比如我们选择163的邮箱,然后在账号和密码文件框中,我们可以输入邮箱的账号和密码。 完成之后,单击登录按钮,即可成功地登录用户邮箱的界面。 完成之后,单击码文件处传统。 我们开始节線表参考。 好的,当然这样有点不错用。 inve Michelle,旺北方面有点不错用键的小细兼。